要提味當然要找一個女的嘛 對不對 請進 請進 為了你們我還打掃了 深圳宜蘭人的住處 這裡是我的客廳啦 我們客廳這個挑高4米2 現在絕版品 現在法規好像最高只能到3米6 我們這是因為它比較早蓋 所以它4米2 欸 等一下 這是不夠開嗎 真的好吃啦 小籠包一上來什麼只剩一半 因為他們在設定相機的時候 我們就探修給你們看 下一家 好 太快了耶 有沒有 你有聽到嗎 有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平常沒發現耶 這通常是什麼問題 在動的時候那個間氣過大 方向器的那個連桿啊 這什麼之類的 哇 聽你猜得吧 可是這台車又要再花我錢 我原本明天是要去看 煞車系統的關係 啊 順便就來看一下 這台買36萬 修一修應該有修十幾萬 正常的吧 我也花了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去吃寶貝 我看一下寶貝 寶貝什麼時候工修啊 你隨時啊 等一下 他們怎麼又要來 欸 紅燈耶 紅燈耶 我在看他們耶 紅燈耶 大哥 這車我的名字 哦 你也沒關係啦 我被稱宜蘭二名刀章 剛剛那個我還有問柯萍 你那個V40賣掉了 對啊 因為最近我叔叔在找Volvo的車 因為他之前的S60 他好像是什麼 某個氣缸壞掉來幹嘛 那時候修車的技師 是叫他整個引擎換 然後換中古引擎 你人家估價要18到20萬 他覺得蠶值沒那麼高 他就不修了 而且重點他換的也算是中古引擎 他自己也有點不放心 所以他最近也在看Volvo的二手 然後就看到你們有Pol V40賣掉了 賣掉了 馬上 隔了一天 超囂張 對對對 而且那時候我叔叔 我覺得他看別台他不要 他就是Volvo信仰 就像你一樣啊 你喜歡秘密的人 就是會買秘密 對啊 我覺得他們是可能大學教授 他們有一個迷思 他們這一群人他們手上比較有錢 然後他們想要這種瑞典坦克 對 因為 這種比較安全 會買Volvo人的感覺應該就是會比較低調一點 對 感覺上就安全 因為他的價格 老實說B&W賓士也有可能買得到 對 只是他們還是選擇Volvo 可是現在換個角度講 西雙米已經算很入門的一台車了 哈哈哈哈 沒開 3點半了吧 他們3點半要開 可是他一副是沒有要開的樣子耶 因為3點半不是應該要都準備好 然後已經要打開的瞬間嗎 今天老闆可能拔掉有贏 老闆 啊我口袋名單都沒了 哈哈哈哈哈 怎麼辦 我打電話忘了 大面帳沒開 連接電話都不接 其實這一家的也很好吃啊 通油餅 對 啊不然我們直接就科試啊 結果都吃我的啊你都會吃啊 哈哈哈 其實我也蠻喜歡吃這一家的 欸這一家晚上也要排隊 對啊 啊那個前面那是他的那個老闆嗎 這麼chill的姿勢 很帥氣的人 喔對對對 回來呢 對 老闆 你有坐後面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一個DM 老斯萊斯的DM 那天我們就去賞車 一台Race 2,800 然後他還選配了一個紅酒櫃 那個紅酒櫃裝在車上喔 250 然後我就說我是差這250的人嗎 差那個2,800啦 對 重點是已經有人買了 那個就是連坐上去都不能坐 買一台車2,800耶 重點那時候老實萊斯的人說 那台車是那個車主的第三台老實萊斯 他說他有一台是那個廠工 然後另一台中間是休旅車 在家人 然後第三台雙門自己開 是不是廖老大 他們不能透露車主的名字 他們都是很保密的耶 他們原本說那台車連展出都不展 是因為那個末代了 之後就沒有這種純燃油車 你們禮拜一日公修真的很帥 重點來了 我在不休我要休什麼時候 禮拜一、禮拜三啊 可是禮拜一、禮拜三有車子要處理的事情 只六日間點站休息嘛 然後我們就閒著一天啊 就是像我叔叔他們想去看車 然後他們就週末才有空 公修 我就哇超帥的 做到真的很大才能這樣 還是要兼顧家裡 就是自己的生活品質啊 假設好了像我們有家庭 修皮長子小朋友在讀書 小孩說爸爸講什麼樣子 我只好打開YouTube 但是我真的沒看過別家 有人禮拜日收了 我們要出去別家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也要看車 然後我就陸續這樣看 然後有一些是假自壽 還要去戳破人家的謊言 我之前要找Mini的時候 那是2020年初 然後反正我也還在學 我也還不太會看二手車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 我看到他PO了 然後那台車它藍色 結果我到當場去看 完全不會那台車 我就說那台車 蛤 那台 那還賣掉了呢 他說我今天早上賣掉了 他說早上賣 那你還跟我約 他說隨便就弄一台車給你 沒關係 陳大哥你都來了 那我們帶你去店裡 我們還有其他台給你看一下 然後一樣也是Mini 可是是舊的 我說我不是要這一台 可是這台跑比較少啊 然後他就一直一直要搶破腿角 我就說不要浪費我時間 我就說我要看那一台 我覺得那個顏色沒關係 中初比較好 不是啊 然後他說沒有 我們這台一樣啊 什麼什麼什麼 啊東西就差很多 然後還有很多是 網路上在掛面液 然後那時候 我是跟我另一個同搜 兩個女生去 然後那裡就很恐怖 兇誠惡煞 不小心那個 半甲有沒有 脫下哪補 那時候我就會怕怕的啦 然後我也覺得有壓力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其實不太好 然後最後這個是跟一個 自首一個姊姊買的 然後哇 哇這真的是水很深耶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覺得 像我們都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哇靠 今天禮拜三 他們是排隊 幫他放那個蔥油餅吧 把股東會的贊名 什麼意思 這個是彎過來喔 前面還有一排喔 這個至少 至少有個20個人 為什麼 你看 你看看 對啊 你看這個 為什麼 有個第一次阿棟抹冰的耶 所以這是正版的 謝謝 這是好吃的抹冰 哈哈哈 這個 你知道嗎 今天都特別好吃 你看現在海裡坐在我旁邊 什麼都變好吃了 我也覺得今天東西特別好吃 因為都沒吃 這香菜 你看一定要有香菜 這是一個很衝突的組合 裡面是香菜 搭配花生糖粉 然後這是藕冰 外面是潤餅 平 重點是加香菜真的是 點睛之筆 你聞 有聞得到嗎 你要跟我講 我不知道 很大耶 我不想知道 以前我吃這個阿挑掉了 香菜很搭對不對 很神秘的味道 這個不錯 我還沒有買過這一家 有時候排隊 還是人比較多先買 因為套裝行程 趁熱 很油 可是很香 我很喜歡它這種品 它不是一種純麵粉 它是有Q勁的那種 你這都自己做的 現成的跟這個就不一樣了 重點是你看那邊 它是一勺新鮮的蔥放進去 然後再蓋上蛋 所以它保有青蔥的那個鮮甜 然後咬得到那種脆感 重點是不怕你吃的 都放下去 料都很多 而且你有沒有吃到它甜辣醬 它一定要加的 那種甜辣醬就很宜蘭 它是豆瓣醬為雞 它不會到很辣 可是它鹹鹹甜甜的那種甜辣醬 一定要加 而且我覺得它們很厲害 你看那是蛋黃 它還這種半熟蛋黃 不是因為快速起鍋 所以來不及手就拿起來了 是這樣嗎 因為排隊的排隊只好 好的 沒有喔 所以這個 少女我不能吃太多 我就吃一般的 留著晚餐吃 你還留著 它在泰山跑出來 喔我吃掉 哈哈哈哈哈 不行 好 不行 你覺得這個是幾年的 2003啊 喔 19歲 可是它跑多少 11萬 對啊 因為我買的時候大概10萬吧 但是你才開11萬多 對啊 那這樣算開得少耶 我也沒什麼在開啊 可比你覺得我如果mini去改一個這個 安卓機好嗎 你那個可以放嗎 只是就變成螢幕很小片 我朋友是說感覺改的會變很多 對 因為mini就是像這個味道 因為我那個裡面就變成我什麼都不能用 就頂多那種藍牙街音樂 這樣就可以了 反正你要再買一台 那一台就這樣就好 哈哈哈哈 欸我記憶耶 警察車比較好耶 BMW 為什麼 欸我上次去台東 我發現台東市區的警察車 全部都BOBO 而且是新的 XZ60 XZ90 然後我想說哇台東耶 這麼好 我們這個不是國道警察 它也BMW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還是是交通隊 那太快一點 還是你拉下車窗問他 有人知道為什麼台東的警察車都是BOBO嗎 可以留言跟我們說嗎 四季之謎耶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河濱公園 沒錯 那你開機的感覺呢 我覺得它的那個 油門跟煞車都真的比較重 可是你煞車有感嗎 有啊有感覺嗎 我等一下 可是旁邊有警車 我想說我速度拉高一下 沒關係啊你剛才也開我的車再回轉 沒有我從燈而已 是比較緩嗎 因為之前開新車旅行車或是休旅車 那煞車是好利 就輕點就一直一直很利 然後會讓乘坐的人不舒服 點頭一直點頭 對然後你這個是踩到後面 它力道才會比較出來 前面是比較緩 就比較舒服的那種 可是這個在當年 20年前就電動座椅 這是當時的滿頂規的 啊這裡呢 這一個沒有 這個一半而已 椅背是電動的 可是前後是都用調的 這是日規的啊 嗯 所以我常常講的 這是日規車嘛 好 現在開始顧車啊 你看我已經看到了 啊 怎樣 撕掉啊 那防掛材質不會這樣 欸這是停在路邊被人家用到 哎呀 屋頂破洞 還有玻璃補喔 沒有破洞 而且這很漂亮欸 不是補的喔 你看這前車主 裝這個 前車主裝欸 我就沒拔掉啊 但這個時好時壞 它有時候嗶嗶 所以有時候不會去 看心情啊 對 雷達 看心情就像今天美食一樣一樣 心情拿好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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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所以沒有開嗎 沒有開 結果都是我的 你都沒開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推薦的今天都沒開 2020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跑7萬 我買36萬元 啊現在 現在跑到10萬出頭 我現在扣很多咧 怎麼這樣扣很多喔 為什麼 我會租車的方式 一天做1000塊 租兩年多少錢 一年扣36萬 兩年扣70幾萬 對 所以這車要給我錢 這樣算對吧 沒有啊 之前小師哥有跟我說 mini跌到一定的年限 它還是有一定的產權 有啦 妳開過可以加持一點 你公正跟我講它的價值 女用車本來就會比較好一點 老實說我覺得 女用車沒有比較好 我幫妳加價 妳自己扣自己的錢 沒有我是很老實這樣 我認識的女生朋友 或是我自己 我姑姑我家人 女用車反而有時候 我們東西太多了 一上車亂丟 反而沒有像男生 那麼愛護這個寶貝 再來說是車的狀況 他也不知道 對 我很老實說 真的不怕太太太太太 重點是這台車還有一個加分的 我的避震器 有柯P跟泰山的簽名 現在拍不到 看不到 請看VCR 柯P你要幹嘛 我要簽名 夾夾 我柯P來了 如果他不開心 我就會送上我們家 阿呆的Line 一次就夠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跟他講 這裡有個驚喜 你要仔細檢查 對 我跟你講 我真的太高興了 改天他還裝的時候 他在我的BNC上面也可以寫 那是BNC 排立的 你知道這個是水性的嗎 漆阿 它不能洗 洗了就掉了 你都不知道 我之前洗那個啦 那時候要換墊片 整個洗乾淨 看哪邊剩油 你水比較少了耶 明天要去保養 好 我大概知道了 各位 各位好 一口價了 我看到現在八分鐘而已 請見價 這個車因為他不想賣 其實這個是無價 不用跟我客套 哇這個喔 你跟我講有沒有2 2開頭 有有有 有2開頭 25以上 25以下 一句話就好 其實我們是沒有再收的 你不知道我知道 看看他有多少的真價 第一卡快沒了 以上啦 不要吼啦 好啦以上啦 真的啦 25你會收 不要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了 其實到後來 所以他不是看連份人 看他的車況 去判斷這個車的價值 所以他有20幾萬 有啦 OK啦 他陪著我創意 陪著我賺錢 一路走過來的 我到我死了 我還有一個地方要 車會要100萬 沒有不行 而且女生開秘密 會有一個風格 人家會喜歡看著你 這樣開這台車 我是覺得看開的人 有沒有 有沒有很搭 是不是 是不是要看開的人 今天路還是泰山路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跟大家說 今天為什麼 我安排的店都沒開 其實是我儲心機率 因為這樣我們 排第二集 是這樣喔 沒錯 我都算計好了 所以我也故意吃那個 觀光客裡吃的 我們今天公排隊 就排了快一個小時 你的比較快 你去的時候關門 那我再研究一下 我下次帶你們吃更在地 然後更喊阿來 更不用排隊 更一定會開門的店 因為我真的是 真宜蘭人 然後你們都沒吃到 我推薦的美食 我覺得不服氣 今天都是假宜蘭人推薦 不可以接受 我學的他才是假的 有沒有開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建議大家 之後來宜蘭 就是抱持著 沒吃到也沒關係的心情 因為會過得比較開心 對啊 好啊喜歡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咖啡小鈴鐺 還有我屈海莉 屈海莉的頻道 坑請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記得也幫我訂閱按讚 謝謝 有沒有很誠懇 人家要選擬獎 一號我二號 好 拜拜 厲害吧 要不要賭 我帶咖啡會不會掉 好 跟你賭 賭到和平他不會掉 好 我還在 我贏了 好 回去 我又贏了一個咖啡 到處跟人家等到就行 哈哈 我要去買會員卡 寄杯 寄杯的喔 不是幫我買那個特殊 你挑個三十隻喔 其他我來包牌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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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